当播足球快讯,2021年3月9日,车路士顺利击退爱华顿 星期二凌晨,英超继续进行,其中车路士主场迎战爱华顿 上半场,夏威斯包抄造成割肺以摆乌龙,比克福特撲出马高斯·亚朗素的威胁射门 下半场,夏威斯入波无效,随后他拨到12码,佐真奴废路主罚命中 最终,车路士主场以2-0击败爱华顿 比赛开始,5分钟,列斯尖士右路全中,迪武华拿半转身掃射高出 14分钟,列斯尖士中场大波,推进到禁区线附近抽射,被割肺以挡出底线 随后车路士开出角球,佐真奴废路远射,稍稍偏出 24分钟,卢卡斯迪尼左路全中,卡华特利云禁区投锤武顶正部位 28分钟,佐真奴废路迁区线外踢跌里刹列神 卢卡斯迪尼主踢佛球,被人场挡出底线 31分钟,车路士取得入球 马高斯·亚朗素左侧传中 夏维斯前点筒射,造成葛废尔自摆乌龙 车路士领先1-0 41分钟,车路士中场掌传 马高斯·亚朗素杀入禁区 区射被比克福特迫到后稍稍偏出 上半场结束,车路士暂时带着一个波的领先优势翻更衣室 换边再战,51分钟,马高斯·亚朗素主踢右侧佛球 直接兜向大门近角,被比克福特丹手扑出 53分钟,克辰奥道尔挑传 夏维斯禁区停波转身掃射入网 随后球正视以夏维斯手球在先,入波无效 56分钟,斯古神斜传 李策列神右侧掃射偏出 58分钟,列斯尖士 右侧禁区外低射稍稍偏出远龙门柱 60分钟,克辰奥道尔兜射被比克福特 单手托出横梁 65分钟,夏维斯禁区内被比克福特扑倒 车路士获得12码机会 佐真奴废路主罚命中 车路士2-0领先爱华顿 79分钟,迪姆华拿单刀推射被比克福特扑出 85分钟,迪姆华拿窄角度射门 再次被比克福特出击破坏 简迪宝射也被比克福特扑出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车路士主场以2-0战胜爱华顿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讯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 的赛前分析,赛后报告,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 M直播提供英超、耳甲、法甲、NBA等精彩 足球能及赛事的直播服务 立即客观M直播,随时随地看好球 M直播提供英超、耳甲、法甲、NBA等精彩 足球能及赛事的直播服务 M直播提供英超、耳甲、法甲、NBA等精彩